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知識就是佔比 也就是 A跟B一起混合而成了一個東西 那這樣子A佔其中的多少呢 如果A跟B本身是數字 也就是比如說5加8合成13 那A佔其中的 A加B分之AB佔其中的 A加B分之B 以這個數字為例A佔其中的13分之5 B佔其中的13分之8嘛 對不對 那聽起來好像是廢話齁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 因為會有檸檬紅茶 以7杯半的原汁對上17杯的綠茶調和而成 求原汁佔成品的多少 又綠茶佔成品的多少 你剛剛這個知識來看 兩杯半是2.5 然後這個加上17杯 所以喝起來是19.5 所以原汁佔全部的19.5分之2.5 同乘2的話是39分之5 那5加34 那5加34剛好是39 因為就是這個檸檬紅茶就是用這兩種原料分成的 這個就是它基礎的計算 那麼乘上 如果我買了一杯780cc的檸檬紅茶 而且喝完相當於我喝下了多少檸檬原汁和綠茶多少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上一集介紹這個色R的角度去算 也就是說你知道檸檬紅茶跟檸檬紅茶的檸檬原汁我們色L Lemon 綠茶 是檸檬 題目有語病 檸檬紅茶用綠茶調 黑心商品 這個綠茶色Green 綠茶 那我們可以說這個 檸檬原汁比上綠茶是2.5比17嗎 所以其實是5比34 那你可以設這個5R 這個34R 所以5R加34R 他說其實喝起來總共是780cc 39R是780cc 去解一下這個R會等於20 所以其實你喝下檸檬原汁5R是100 綠茶34乘20是68 680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上一集我們叫色R的角度去想的 那在這一集呢 我們用這個佔比的概念去想 這個 剛才這裡求出來了 檸檬原汁佔整個果汁的比例 佔檸檬紅茶的比例是這個39分之5 所以780 裡面有39分之5是檸檬原汁 那你這樣一層出來也是100 可以嗎 那一樣780乘上39分之34乘出來也是680 那麼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是很常見的問題 大家要留意一下 K金 介紹一下K金 就是你去銀樓買金子 學生大概不會去啦 媽媽們去銀樓買金子 那金子它不見得給你的時候是純金的 所以我們會把金子呢 調上一些其他的金屬有的時候是銅 來去這個一方面加強它的硬度啊 讓它容易可以做成各種有硬度的飾品 就是比較硬 因為金子本身是有一點軟的 所以呢 我們買到的金子可能不是純的 那我們在講這個金子 它有多純的時候 我們不是用這個百分比 通常不是講什麼百分之36的金 不是這樣講 就是業界的習慣啊 他們這些銀樓他們習慣講K金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純很純很純的 叫24K 它就是百分之百都是黃金 通常是這個99.99 或99.9999 不一定 就是也沒有辦法絕對百分之百都是黃金啦 但是已經很接近 那24K就是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百分之百都是黃金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只有一半 12K就是百分之50的黃金 這樣子 所以這個18K呢 就是 就是24K分之18 也就是說 全部的 全部都是黃金 但是它其實只有18K而已 24K才是全部都是 它只佔了其中的18K 這樣子 所以它的含金量就是這樣 它的這個含金子的佔比 那 換言之 如果這樣子的黃金有24公斤的話 裡面的金子佔了18公斤 那其他的金屬佔剩下24-18 等於6 所以其他的金屬佔6公斤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就是它的一個佔比的概念 所以12公斤的18K金含有金子12乘以24分之18 所以12分之18是9 所以它含有金子9公斤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K金含 K金的這個數字 你去除24就是它整塊裡面黃金的佔比 所以如果24K的話 就是代表它24分之24都是黃金 這樣子 再來看下面這個是濃度問題 濃度問題也是非常的常見的問題 3克的鹽加22克的水 調成的鹽水濃度多少 那麼在這裡 這個可以記在你的筆記本上 我們這個有一個名詞到國二會學 叫重量百分比濃度 解成百分比 它用的是重量算的 重量百分比濃度 它的算法是 這個 我先寫實際上 我們就是說 把鹽加水一起混合起來 叫做鹽水 鹽水全部 就是全部的意思 全部的重量 裡面到底鹽有多重 這個就是所謂重量百分比濃度 以鹽水來說 那我們在理化上用比較通摺 因為你的重量百分比濃度 算濃度的不一定是鹽水 可以是糖水 酒精奶粉 所以我們把整個 就是我剛剛講水 加上這個混進了你要調的東西 我們叫做溶液 也就是全部叫做溶液 整個叫做溶液 那溶液裡面呢 你調進去的就是鹽巴 這個叫做溶子 溶進去的物質 那水的部分叫做溶液 這個寫在這裡 可以嗎 所以這個重量百分比濃度 用鹽水種去分支鹽的重量 所以在這一題的話就是 三克的鹽和二十二克的水 調出來之後呢 總共重二十 三加二十二 分支鹽占三 所以是二十五分之三 二十五分之三是百分之幾 在這裡教一個知識 在這個以前學濃度 老師都會跟你說除嘛 除到變小數有沒有 然後取小數前兩位 那但是呢 我們不一定要除 包括算小數也是一樣 如果今天我問你這個 二十五分之三 化為小數要怎麼寫 你不一定要用除的有沒有 這個三然後二十五 然後零零一 不用這樣子算 反正我們寫成小數的時候呢 它的就等於是寫成一個分母 是十次方的分數 所以你把它變成十次方 這個二十五乘四是一百 所以它是下面乘四 上面也要乘四 所以它是百分之十二 所以是十二趴 或者你寫小數的話是0.12 這樣子 0.12 那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 其實這個我們在 國一上的課程裡有講的 就是當你的分母本身 約一約之後 只剩下二和五的次方數的時候 才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一百本身十乘十 它這個十是二乘五 所以這個十進位的數字 它的分母就是二的次方乘五的次方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分數的分母也是二的次方 或五的次方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做 好 所以這個是十二趴 濃度的問題其實複雜起來很多變化 所以老師要確定 學生是真的有懂這整個概念 而不是只是說 我記得好像就是拿這個除這個 不要只有這樣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到後面會一直錯 然後它會挫敗感很壽 所以在還可以監控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剛剛學的時候 帶學生多 讓他們多看幾種不一樣的思考 然後要確認 要問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聽懂 然後問 最好的方法就是請他自己去說明 試著說說看為什麼是這樣算 比如說我們來看幾題 18%的鹽水有16克 其中鹽佔幾克 那這樣子的問題 尤其像這種濃度的問題呢 我要提醒老師和學生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熊老師教的方式 都是比較詳盡的思考的模式 可是尤其到比例這個單元之後 你看我們從前面學過來 有一些題目 其實他可以很快的就看出來 可能是怎麼樣 那學生們在學校 他看同學寫或看老師寫或在補習班 尤其補習班老師 他可能會讓學生覺得他很厲害 所以他會追求解的很流暢 像這一題這個 18%鹽水有6克其中鹽佔多少 他就寫了這麼一個 16乘以18% 這樣子就算出來了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學生就會想說 所以要乘18% 其實為什麼要乘18% 他也沒有講 那這一題是這樣做 下一題就是這樣做嗎 也不見得 所以呢 我們要去想他 要去想清楚 在這裡呢 我建議是這樣子做 我們的題目其實有兩個角度可以去想 一個用這個濃度的觀點來想 一個用溶質就是這個鹽巴的觀點來想 如果用濃度的觀點來想的話 剛剛講濃度是怎麼算 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把這個 剛才寫的拿來這裡 這樣子的話呢 濃度呢 他是這個 他的定義就是整個東西的重量 分支鹽巴的重量 所以用濃度的觀點來看 最後這個鹽水是18%嘛 所以 鹽 加水分支鹽 是18% 那這個18%呢 他說這樣子的鹽水有16克 這個16克指的就是整個鹽水 所以他是16克分支 鹽不知道多少 不寫單位 以免看起來有點亂 十六分之鹽巴不知道多少 射個 比如說X 十六分之X 結果算出來是18% 18%就是18%了 這樣去解X吧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這個X就等於 這個100X等於18乘16 所以 所以 所以X其實是這個 18乘16除100 那其實就是 你看我們剛剛說 他就是18除100乘16嘛 所以沒有錯 這個這一題這樣算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學生他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做這個 這個X14這個的話呢 18乘16 嗯嗯嗯 這個是98 72乘4 72乘4 288 288除100 等於28 2.88 2.88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2.88克 這個是用濃度的觀點來想 就是說最後濃度是18% 那什麼叫做溶質的觀點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 這個濃度等於 溶質 溶質重除溶液重 溶度等於溶液重分之溶質重 的這個想法呢 把他 這個 我把他這裡寫等於溶度 你可以把他這個溶液等號兩邊同層 所以溶質呢 也就是鹽 我們寫鹽 鹽他會等於鹽水乘上濃度 融質會等於溶液乘上濃度 鹽會等於鹽水乘上它的濃度 那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去說明呢 就是我們前面有講過這樣子 分數的概念或者是筆的概念 其實和這個倍 有點類似 比如說這個鹽巴是鹽水 鹽巴佔鹽水的18% 鹽巴佔鹽水的18% 其實就是說鹽巴是鹽水的18% 一倍 如果我說鹽巴佔 如果我們數字弄好看一點 簡單一點的 如果我說鹽巴佔鹽水的 比如說1 3 那是不是代表說鹽巴它的重量 其實是鹽水重量的1 3倍嘛 所以是乘1 3 對不對 所以呢 溶質是溶液乘濃度 那我們用這個角度來說呢 就是剛才算的那一個啦 所以說鹽巴 鹽巴的量其實就是這個16乘18% 那算出來應該還是這個數字 來看第二題 8克的鹽如果要調成12%的鹽水 要加水多少克 那你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嗎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一樣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順暫看 先順暫停算一下 那我們來解他 這個問題呢 我們一樣分兩個 濃度的角度來看的話是 濃度最後是12%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再寫了 我們看上面就好了 所以鹽加水分之鹽是12% 鹽是8克 水就不知道嘛 所以水色Y 8克加Y分之8克 結果是12% 是不是這樣 那12%這邊可以約一約 這個是算得不約 把它乘過來 所以 所以 800是96加12Y啊 所以 Y會等於704 欸 12Y是704 好吧 約個4 3Y是 這個 1 7 6 3Y是176 3Y是176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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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Y是3分之176 這樣子 那就寫分數 算出來是分數寫分數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濃度的觀點 那如果是融值的觀點呢 我們可以用融值的觀點來算 所以說 鹽8 就是8克 8克他會是鹽水不知道多少 那這個我們設X 不知道多少乘上12%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X求出來了喔 同樣的我們把12%寫成分數 這樣你們在計算這個方程式會比較好算 所以12%是12% 所以等號兩邊同除12% 就同除12% 同乘12分之100 所以X等於12分之8成100 約掉是 3分之200 換句話說最後鹽水其實是3分之200克 那裡面有8克是鹽啊 所以水佔多少 3分之200-8 等於3分之200-24 也就是說3分之176是水 跟上面算的一樣 你看用這個角度去算呢 兩種思考路徑 那就會有答案 那老師在教的時候一定要跟學生說明白 就是說我現在這麼算 是因為我用哪一個方式想 不要讓學生只有看到這樣子 就是說拿這個就乘這個 這題呢 這題就是16乘18% 那這題呢 這題就是搞不好這個 你看像我們這一題 他其實是怎麼樣算出這個鹽水的 我們其實是拿8除12%吧 對不對 8除以12% 算出這個3分之200 那這一題是16乘18% 這一題是8除12% 然後下一題又不一樣算 那學生看到題目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說 濃度的問題好難喔 我怎麼會知道要怎麼做 怎麼做都對 怎麼做都好像不對 其實就是要想清楚 來看下面這個 12%的鹽水60克 如果加水沖淡到濃度會變5% 要加多少 一樣 用濃度的觀點來說 最後會是5% 可以嗎 那12%的鹽水60克 也就是說鹽水原本有60克 我要再加不知道多少的水 對不對 然後上面是這個原本的鹽巴 那原本的鹽巴是多少呢 所以在這一題呢 就是你還得自己先求出這個 從這裡來求這個鹽巴 到底原本有多少 可以嗎 12%的鹽水60克鹽巴有多少 這個上面就是這樣的問題 我們溶質呢 其實是鹽水乘上濃度 所以60乘上12% 或者你也可以用濃度的觀點來說 就是說 60分之多少會是12% 60分之多少會是12% 那12%是12% 所以解出這個多少 那也就是100Y會是720 所以Y是7.2 所以其實12%的鹽水60克裡面有7.2克的鹽 這樣子結果它是這個 5% 然後去解這個X 如果你對這些數字有敏感的話 5%代表分母是分子的20倍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它的20倍 你看我們現在在解這個 雖然是在解分數 可是我不見得要把它當分數解 我把它當什麼 當成比例看 對不對 分子是分子比分母是5比100 是1比20 所以分母是分子的20倍 7.2乘上20是144 所以這個60加X是144 所以X其實是84 是不是 這樣去解可以 所以我們這樣子要把這個比例 分數 融會貫通 倍的概念 佔比的概念 佔多少比例的概念 濃度 都要混 能夠融會貫通的去想它 這一題如果我們用融值的觀點去想 是怎麼意思呢 就是說 整個加水沖淡的過程 其實你的 其實你的這個融值沒有變嗎 你只是加水而已嗎 對不對 也就是說原本的融值有多少呢 原本的融值我們剛才說是這個60克乘上 60克裡面它佔了12%是融值 所以60乘上12% 在新的這個融液裡面它佔5% 那新的融液到底是 還是這個W好了 新的融液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佔了5% 於是我可以把W解出來啊 對不對 那這樣子W解出來是 100約掉 然後 這個 12 所以W是144 那一樣W是144就可以解出 新的融液要有144原本是60克嘛 所以沖水沖了 這個 84克 這樣子 就是這一題 再來看下面這個 生活化的問題 今天這一天啊已經過了 18分之7了 看看時鐘 那現在應該是幾天幾分 幾天幾分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這個不用怎麼樣 不用去算這個它是百分之多少 然後怎麼樣去算 我們百分之多少是100進位嘛 所以我前面跟你說 我們上100進位的時候呢 可以把分母通成100就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計時 這個小時是24進位的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 18分之7通分成24分之多少 那這裡要寫多少 這個 他是他的2分之3 對不對 24是8的2分之3 這就是我們比的概念了 7比8是多少比24 所以那就代表7比這個多少會是18比24 7比18 剛剛念錯 所以24是18乘上2分之3 所以7也乘上2分之3 會變成是 7乘3是21 除以2是10.5 所以現在已經是10小時半了 10點30分 可以嗎 最後來帶大家看這個問題 在一年級的男生裡面雙眼皮佔88% 其餘是單眼皮的 女生裡面雙眼皮佔9成 其餘是單眼皮的 如果男生單眼皮的有33人 女生單眼皮的有31人 請問一年級學生共幾人 那這一題其實不太難算 就是說這個 雙眼皮佔88% 其餘單眼皮 所以單眼皮佔多少 佔12% 對不對 女生裡面雙眼皮佔9成也就是90% 其餘單眼皮 所以女生裡面單眼皮是10% 那男生的單眼皮33個 也就是說12%是33個 那全部男生是幾人 全部男生 所以12% 男生這個色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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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有X人 女生有Y人 所以X乘上12%等於33 33 那每個顆只是33除12% 也就算3×100 算在底下好了 約三 約四 275 所以男生有275人 那女生呢 女生有10%是單眼皮的 這樣子是31人佔一成 所以全部其實是310 這應該很好算 所以全部的人是275加310 所以是585人 那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看暫停喔 把節目看完 好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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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